字幕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Hello, 東網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韓之兩、Ann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開一個非常簡易的炸菜炒肉醬 煮肉醬當然是有攪碎的豬肉 有榨菜、蒜蓉、蔥、辣椒 這個醬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魚鮮混合了就有豆瓣醬 沙茶醬和蠔油 我們一般醃製的肉都是用豆粉、豉油、糖、鹽 但我不想大家吃到這麼鹹味 所以我預先調了這個醬 當然想讓肉香一點 我都會加少許雞汁 令味道更香 中段做的過程我都會加少許糖 剛才說過我們要用雞汁 讓肉更加香味 其實少許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 現在我就開鍋了 首先我要先加蒜頭 先爆香蒜頭 我現在先放魚鮮做好的醬 豆瓣醬、蠔油和沙茶醬 差不多了 再加上榨菜 榨菜 然後因為我喜歡吃辣椒的 同時加些糖 同時加些糖 糖也是少許一勺 一勺就可以了 差不多熟了 最後我會打碟 用些豆粉開少許水 對 最後再加上蔥 叮叮 叮叮 這是很香的肉醬 炸菜 我很喜歡吃的 還有它加辣 我也很喜歡吃辣 我其實都想試一試它的味道 你覺得怎樣 這個做法就類似 泰國的生菜包 那個做法一樣 不過它的主意是 好的是 放了一堆菜 那如果 現在我們剛剛看了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去 令到它改良 那你會怎樣做 我會加些香料 會令豬肉更加帶出那個味 因為現在的豬肉 是比較上 就是很多時候都有一些酥味 也有一些香料 在裡面 就會更加產生 一個更口感 味道都會好好 去跟炸菜 會更加融合到一層 我也是喜歡做 preparation 工作 我首先會醃出肉醬 讓肉醬本身有味 我會先醃出 用粉辣辣 少許胡椒粉